大家好我們是小洪 我們今天要幹嘛 熟悉的地方 我先打個岔 小洪你那個右邊臉毛插出來 有沒有 那你岔一下 不要 幹 靠北喔 白癡喔 現在是早上的九點鐘 什麼事情我們九點鐘到這邊 太重要了 今天 我們拍Xelie改車系列的 開箱網紅號 這個單元已經很久沒做了 我們開箱了很多奧迪啊 BMW 還有法拉利 就是沒有冰室 甚至還有GTI MK5 沒有這個就先不用講 那是你私自開箱的 沒關係 沒事沒事 好嘞今天呢 好不好不要開玩笑 滿足你們的願望 剛剛是有特效啊 剛剛有特效 今天一次就給你兩台 你們想看的冰室 C63 ESTE 今天也找來了一台將近全原廠 另外一台是全部改完的 你右邊的鼻毛又出來了 你可以幫我拔掉喔 你可以塞進去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本來改裝改得很爆 然後全部改成原廠 不是 來 你剛剛講一下 你剛剛講什麼 你剛剛講什麼 你再講一次 欸 它幫我改啊 那台改完的呢 在最近一次零次比賽中 還拿到第一名 好 我們現在就先來介紹中口味的 麥坤 直接來 來啊 翔哥 首先它貼的是紅色 媽 我有眼睛好嗎 然後這個叫做 這是什麼 Rust Ease 這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講認真的 講認真的話我不知道 沒有 閃電麥坤的啊 裡面那個贊助商啊 我沒有看到贊助商 它可以看卡通 然後看到它知道那個是贊助商 很厲害 我都是看閃電麥均的色彈花的 C63的尾燈好像跟一般 C系列 尾燈 偷燈 請問 好像不太一樣 說實話 對冰色 真的沒有很熟 欸 我也以為它是在這裡耶 它會這樣 過來 沒有 但是它日行燈 它的方燈是這幾顆 欸 講直白一點 你們會喜歡冰色的燈嗎 還好 你要我說實話嗎 說實話 我們要說實話 你們其實都知道 我 對外觀是很講究的 所以我之前有說過 我最喜歡的燈是奧迪的 因為奧迪 它就是 就是由它來發明日行燈這個東西 然後呢 BMW也有天使眼嘛 冰四 也跟著有一條 可是冰四我就覺得 它的頭燈我覺得真的還好 不是我的胃 我覺得冰四就是真的是 奢華 浮誇 對啦 它會有一種奢華感覺是 它就是裡面很多 除了燻黑以外呢 還有很多電鍍的 你看 它每個方向燈上面都有一個 小電鍍 我會覺得好像是一個鑽石 很多寶石在這邊 對對對 哇你好會講話喔 很奢華感覺 然後它是LED的 好 再我們看到它 下保感 我覺得 我很喜歡 63 AMG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 錢包感 都做得很浮誇 對 超誇張的 它這個有改嗎 它這個是原廠選配的 Carbon套件 那像 另外 車主 它的下巴就是 就很多外場 就會出他們的套件 這樣子在外面裝 也其實不舒服 原廠的 而且我特別喜歡它 新的 CLA的下巴 也 也有點像 很大 它霧燈是不是拿掉了 拿掉了 然後變成一個很大的 一個空光 對 就是 超級大 大嘴巴 對 大嘴巴 那這個LOGO 是 它這個LOGO 以前的賓士是不是都可以拆下來 然後當便當合 對 對 你可以放一個半 然後兩樣拆 其實它主要會變成這樣 是因為它裡面是有電子配備 還有ACC跟車 然後加上擋風玻璃 前面兩個的Sensor 側到偏移 福斯他們現在也是做這樣 對 就是一整顆 你看我之前GTS做成這樣 是不是賓士跟福斯的 都是做在LOGO裡面 它B&W就不是 我不知道賓士其他車 是不是有單獨一顆ACC的Sensor在外面 反正這台就是跟我的GTS 還是長一模一樣 對 把它蓋上去 然後裡面有一個Sensor在裡面 其實我們真的對賓士的車 不是那麼了解 如果有任何有錯誤的 或者是有任何疏忽的 比較不對的地方 麻煩觀眾在下面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 教我們一下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面想了解 但是呢 等一下開到引擎蓋子 面想我們就完全懂了 OK 不要開玩笑 欸 它很聰明 它自己把壓力幫我順放 對啊 所以我今天不敢亂講話 好啦我們現在看側面吧 子強對它貼紙很有意見 自由重量是怎樣 就是 它隨時可以改變自己的車重 好不要再太多廢話了 那很明顯它就是個教練或什麼的好嗎 欸V8 V8我就看得懂 V8貼在旁邊呢 就不要開玩笑 就是 真的不要開玩笑 63 而且它有B Turbo 鬆歐輪的意思 我覺得我們可以稍微介紹一下輪胎好了 因為它好像平時是有在比賽的 對它有在比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規格怎麼選的 它的輪圈呢 是四盟的鍛造旅圈 噢四盟的 四盟也是台灣一家蠻有名的 專門在做外銷的旅 它有做卡鉗 就其實四盟其實應該多多少少都有停過 對 你有停過嗎 我怎麼剛剛有停過 它其實跟我們車的設計其實都不一樣 對 你有看到它的胎很肥嗎 我看到它那個胎皮都是那種磨過去的 因為如果要去比賽呢 用我們那種崩胎呢 你可能忙著處事了 它用的是頭右 日本胎 R888 265 35 19 265 所以它的胎幣很肥啊 你們看到它的胎幣 對 這個停車你不用怕會去卡到光 你會先卡到光 對 對 它的煞車就是大溜啦 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好不好 這是桃盤嗎 另外這台就屌了 它是桃池煞車 所以桃煞的盤面都會有 這種很像裂掉的感覺對不對 對 為什麼我看有一些賓士啊 他們會是用兩個賓士 對 對 這個屌了 我以為是賓利 欸我得說我一開始真的不懂 所以我想說它是賓利幫忙 我以為他們聯名出了一台車 叫做 馬斯利 賓利 他就 哇 幹你真的超厲害的 厲害嗎 好啦認真啦 這是什麼 這是賓士一個非常高端的一個御用改裝廠 它叫BRABUS BRABUS BRABUS 好我們來看285來了 285 285來了 285來了 我們剛有講到它這台叫閃電麥克風 有 所以它的車號是945 再來看一個東西 你看它的天窗 好扯喔 你知道這種貼法是什麼嗎 這是什麼 公車貼法 對 外面看不進去裡面看得出來 對 你去看 從裡面拍出去 你看 欸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錯的做法耶 那為什麼它不全車都貼這樣子 你說玻璃嗎 對 欸你不要再破壞你的形象 我覺得你形象會那麼好的原因是我們太久沒拍出來開車 對 你忘記了嗎 你不要再破壞你的形象 對不起 我改變 來首先我們先在看到這個後面的尾翼 旅行車尾翼是重點 你旅行車不裝尾翼 卻不要開旅行車 原來是同道理 就很像光頭 真的那個尾翼連女生都看得出來 我們用兩台車做比較就好了 我們先看 沒改的 好你看它的線條嗎 它就是這樣 它就沒有加裝尾翼 好我們再帶它那邊這側 是不是其實這樣子看出來尾翼的重要性了 其實屁股就看起來比較強 你們會不會很期待它的排氣管聲音 其實我超級期待 我想要現在就停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欸我們今天這套車有什麼車啊 它已經改到我認不得了 123就知道了 那如果你光看這樣呢 123就知道了 好對不起我錯了 它這台呢現在目前馬力速是750匹 這台車有裝Snow水噴 Black Boost的進氣濾芯 然後這個也是蠻屌的東西 GM的進氣 它這台是已經有加到羅倫 因為它已經三階以上 腹內強化套件都已經用鍛造了 還是我覺得你就直接練一排 它改了什麼東西 它改了這些 改了這些東西 因為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對而且這個進階 不是玩外觀我們在了解的 對 好啦現在我們來到麥坤的體內了 它這個 內裝也改了 蠻浮誇的耶 這個方向盤啊 方向盤有改 對啊還有這個啊 這是 Edition 1才有的 等一下這個 我很想講一下 就是它的 柏林之音是選的 就是會彈起來的 喔真的喔 包括這些林格紋啊 這些都是Edition 1才會有的 對 好不好 不要開玩笑 它裡面也是配 紅色的安全帶 其實我覺得後座空間 我覺得說實話 我覺得你的車後面有比較大 感覺起來 我們來到林之翔最想看到的地方 是我期待的聲浪嗎 沒錯 水 我們今天去試黑色那一台 然後我們再來試麥坤 走 等一下 林之翔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準備菜了嗎 我準備好 好麻煩車主幫我發動一下好 我會怕 哇這就是63喔 欸等一下 這是原廠的聲音耶 哇 我們可以踩一下 哇這個 哇 很屌耶 現在有新的法是 上路 科技直法 那它有法門嗎 這台有選配原廠法門 欸可以關起來嗎 關起來 欸這聲音真的好好聽 我剛才聽到這個聲音 我覺得 欸關起來 踩 差超多 差超多 可是這聲音 你關起來也是ok的 就是還是很好聽 剛剛好 它這是完全沒有動排氣管 沒有動 完全沒有動 引擎也沒有動 對 那我們來聽聽看 你整個已經動過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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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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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